养老金缴满15年就没必要再缴。官方回应,15年只是门槛。 今年年初,官方发布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,明确从2018年1月1日起,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。 也回应网络上关于养老保险只用缴满15年,收立养老金收不抵支,以后令养老金无保障的错误言论。 养老保险缴满15年只是判断达到退休年龄后是否具备领取养老金资格的条件,养老保险长缴多缴,退休后每月能领的更多。 参保人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,首先必须要具备已缴纳15年的养老保险。 其次养老金有两部分组成,基础养老金,即以当地上年度在港职工月平均工资,和本人制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,缴费每满一年发给1%,和个人账户养老金,即个人账户储存额处理即发月数。 即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计寿命,本人退休年龄,利息等因素确定,与缴费年限的长短,缴费水平的高低成正比。 因此,参保人员长缴、多缴、退休待遇才更有保障。 另外,官方表示,局部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部抵制是事实,但这不意味着全局性风险,不影响个人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。 各地具体养老金的发放时间是当地情况而定,而且对于退休人员的界定也有地域性差异,绝大多数省份确定为年满70周岁以上的人员。 轻松工作,快乐生活。养老金缴满15年只是门槛,更多职场信息,继续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于发展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